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第七題跟第八題 第七題就是問說期貨跟現貨的關係 何謂正向市場 何謂逆向市場 那你可能就會說 這不是應該是期貨內門客該有的內容嗎 怎麼會跑到這邊來呢 那沒有錯 應該是你們之前就上過了 只是我為了方便講一下下面這一題 第八題所以這邊又重講一遍 事實上我有在考慮說 既然我都已經把這本書有關於選擇權的部分都錄音了 那期貨部分何謂也就把它錄音起來了 雖然說我通常在上期貨的課程的時候 不大用這本書的前面 因為我們還是比較喜歡同學 有助於他們以後去考期貨音樂的證照 所以就會比較直接拿期貨音樂證照的題目來練習 但是事實上念這本書 如果把比較基礎打得扎實的話 其實期貨證照的題目也都不是什麼太困難的事情 那只是說通常我在交期貨的時候 的確是沒有拿這本書的前面真的就拿來交 不過想說有機會的話 乾脆把這本書前面的期貨部分也把它錄一錄好了 那到時候呢 或許這個題目還會再出現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到底什麼東西叫做正向市場或正常市場 那什麼東西叫做逆向市場 那我們就開個新的小畫教 其實這個是期貨裡面一個很基本的問題 那我們可以講一下一件事情 就是說假如你假如一年之後呢 想要一個標的物 假如一年後 其實也不用一年後 T年後好了 T年後 然後呢 你呢 要一單位的標的物 那這一單位的標的物呢 可以是什麼呢 可以是黃金啊 可以是外幣啊 等等啊 那只是呢 這個標的物呢 有些是會知息的 例如說外幣啊 或者是債券等等 是會知息的 但是呢 有些不會知息 例如說像黃金就不會知息 你黃金很難掌出利息出來 那當然有人說黃金可以拿去租借給別人 還是有一些收入啦 不過那當然就看你的用途是什麼 好我們現在呢 假設T年之後呢 你要一單位的標的物 那你到底可以怎麼做 那其實你有兩種方式可以做 那第一種方式是什麼呢 第一種方式就是說 你現在就去買一單位的標的物 現在就買 現在 然後呢 就買一單位 買一單位 好 你現在就買一單位的標的物 我 我把它寫好一點 一單位的標的 好 那 現在就買的話 就是用現貨價格啊 因為呢 我們說現貨價格 就是現在一手交錢 一手交貨的價格 所以你假如現在就買的話 你就是要付SD 那通常呢 現貨我們就叫SPA 所以我們就用S來把它寫出來 好 那當然呢 你現在就買的話 你會有一些問題啦 因為 不是問題 你會有一些損失 因為這筆錢本來可以放在銀行 找一點利息出來的 但不管 一個方法就是 你現在就買一單位的標的物 然後就把它放在枕頭下面 自然T年之後呢 就會有一單位的標的物 我們先假設這個標的物不會知行 所以呢 一單位的黃金 放在枕頭下面T年之後呢 其實還是一單位的黃金 好那第二種方式呢 其實你現在不要買 你現在呢 其實不需要就把黃金買在手上啊 你現在呢 可以去買遠期契約 那事實上跟買期貨呢 就概念上很類似啦 只是呢 遠期契約跟期貨呢 你們上學期應該是有講過它的差別喔 好但是呢 我們這邊就先不再贅述了 就是說呢 你現在可以去買個遠期契約 那遠期契約到底 你實務上的交的那個 運作方式是怎樣呢 就是 假意雙方就在這邊 然後約定說 好吧T年之後呢 我們要去交易 一單位的標的物 交各一單位的標的物 那買方呢 就是付錢給乙方 乙方就是把一單位標的物給假方 但是用什麼價格呢 就是用當初所訂的價格 所以呢 假如說現在去買遠期契約的話呢 今天就是一件事情 就是訂契約 然後呢 訂遠期價格 也就是說 F0就代表是今天的遠期價格 所以呢 你今天就要訂遠期價格 那這遠期價格呢 是未來的時候 才要去交割的 未來之後才去交割的 但是呢 今天其實 現金流量是等於利 也就是說呢 遠期契約在簽訂的那一剎那 然後呢 買賣雙方是沒有任何的現金往來的喔 今天的目的就是 就是訂契約 訂未來要交割的價格 就是叫做遠期價格 然後雙方就 各拿一份契約 拍拍屁股走了 然後踢年之後 再來做交割 所以呢 你假如現在就買遠期契約的話 那現在的現金流量是0 但是未來的時候呢 就必須要去 用當初所訂的 遠期價格去交割了 好 這個事實上就是兩種方式 那你會發現你用第二種方法呢 踢年之後 還是會有一單位的標的物 那這兩種方法呢 一單 這兩種方法踢年之後 都會有一單位標的物 那到底哪種方法比較好呢 那在市場上呢 一定會有一個套利的機制 假如說套利的力量沒有變出來的話 就會有套利的機制去使得 你不管用上面的方法 還是你用下面的方法 其實對你來講都一樣好 那我們在財務裡面學過說 你要去比較兩個策略 到底呢 誰比較好或誰比較差 一個方法就是什麼 就是你把所有的現金流量 都把它弄在同一個時點 好不好 對啊 你可以把所有的現金流量都弄在同一個時點 所以呢 其實我們可以把第二個策略呢 這個T年之後的-F0呢 就把它折現到今天 那假如把它折現到今天的話呢 會變成什麼 會變成是呢 負的F0 然後乘以Exponential 負的RT 那當然呢 我們就是用國內五公顯利率折現啦 所以的市場應該是負的RET 好 那假如說呢 這兩個策略呢 讓你覺得根本就一樣好的話 則呢 S0 就必須要等於 F0 乘以ERT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結果 就是 今天的遠期價格 應該就是 現貨價格 然後乘以Exponential的RT RT 好 所以呢 假如說從這個歷史來看的話 那F0 大於S0呢 本來就很正常 所以呢 我們就說什麼東西叫做正向市場 就是今天假如遠期價格大於現貨價格的話 其實就叫做正向市場 或叫正常市場 為什麼要這麼命呢 因為它本來就很正常 你想看看 一個是今天就要付錢 一個是未來才付錢 那這樣的話呢 可想而知 假如說標第五不會有任何知習慣 未來財富錢 要付的錢 一定要比今天就要付的錢 還要更高才行 因為畢竟貨幣是有時間價值的嘛 不過呢 幾年前還有負利率 這個世界都改變了 好 不管 反正呢 我們就假設利率是大於0的 所以呢 當利率大於0的狀況之下 叫標第股 不發任何的現金股利的話 那本來呢 遠期價格就會大於現貨價格 所以我們就說 這個東西呢 就把它叫做是正向市場 好 所以呢 這題就這麼解決了 就是說 合謂正向市場 基本上就是 遠期價格大於現貨價格 那 越遠期的價格大於 比較近期的 遠期價格大於現貨價格 也就是說呢 今天遠期價格呢 可能有不同期限 例如說一個月之後 然後呢 一個月之後到期的遠期價格 還有兩個月到期 兩個月之後到期的遠期價格 還有六個月之後到期的遠期價格 所以假如說呢 越遠期 越遠到期的遠期價格呢 越大 然後呢 越近期到期的遠期價格比較小 然後呢 又大於現貨價格的話 這個東西就叫做正向市場 那反之呢 假如反過啊 也就是呢 現貨價格大於 比較近期的遠期價格 然後又大於比較遠期的遠期價格的話 那這個東西就叫做 逆向市場 所以同學應該可以很清楚 知道為什麼當初要命名正向市場 就是F大於S 因為這本來就很正常 這本來就很正常 那其實這一題呢 到這裡應該就結束了啦 但是呢 事實上我們還可以把它做一點的 一點的 一點的那個 一點的推導 推演 也就是說呢 假設現在標的股會發 現金股利好了 揮發現金股 例如說你去買外幣 你去買外幣喔 好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來想看看 嗯 好 不能再講 我們現在想看看 假如你踢年之後 你要一單位的標的股 可是其實這個標的股呢 他會發現金股利喔 例如說 是外幣好了 那 你有哪些方法可以做到這件事情呢 第一種方式就是什麼 就是現在買 就是現在買 但是呢 現在你不需要買到一單位 現在事實上你只要買多少 你只要買呢 Exponential的負QT單位 就可以喔 那假設Q呢 就是股利率 那當然你會說 哇 這個討厭的Exponential的東西 又跑出來了 我實在是對它很陌生啊 那沒有關係喔 你就把它想成了 現在你可以買 一加Q的T次方分之一單位就好了 為什麼呢 因為只要這個標的物呢 他會發現金股利率Q的話 那你現在呢不用買到一單位啊 但是呢 經過了T年之後 然後呢 他就是會給你股息 你再把股息拿去 再去買這個標的物 最後是不是就會漲到一單位 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假設你T年之後想要一塊錢歐元 那你現在需要買到一塊錢歐元嗎 不需要嘛 你現在只要買0.9幾單位歐元就好了 那怎麼算呢 其實就是1再加上歐元的利率 T次方分之一 那假設算出來呢 是0.93歐元的話 那你現在只要買0.93歐元 它事實上呢就會依照這個 它給你的歐元出款利率呢 就一直負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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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期的時候你就有一塊錢的歐元啊 好吧 所以你假如說你對這個Exponential-QT 真的很不熟的話 其實它就約略等於1加Q的T次方分之1 那這樣或許你就會比較寬心了 那這樣也可以 但是呢我這要強調的就是呢 假如標的股會支息的話 那事實上呢 你未來想要一單位的標的物 今天是不用買到一單位的 今天只要買0.9幾單位就好了 因為呢這個標的股它會給你利息 你再把這利息拿去呢 再去買這個標的物 然後這樣一直滾 一直滾 滾到T年之後就自然會有一單位 好所以呢 既然你現在只有買Exponential-QT單位的標的物 那就不用付到S0這麼多錢啊 因為S0是付一單位 是買一單位才要付的錢 可是其實你現在沒有買到一單位啊 你現在只有買0.9幾單位 所以你今天就只要付這樣子的錢就好 好那另外一種方式就是什麼 就是今天不要去買標的物啊 先訂元期契約再說 那我們說呢元期契約呢 的重點就是什麼 就是到期的時候呢 必須要用今天所訂的這個元期價格去做支付 好所以呢我們就看看就說 用第二種方式的話 今天不要去買標的物 例如說今天不用買歐元 但是我先去跟他簽訂一個歐元元期匯率契約 然後呢我T年之後再跟他去交個歐元 但是用的價格是今天就訂出來的價格 好吧那同樣的呢 這兩個策略呢 假如要讓你覺得一樣好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把他的現金流量呢 就把它拉到同一時點好了 例如說呢這次我們就把上面這東西 就拉到後面 那拉到後面當然就是算什麼 當然就是呢去做個本利盒 所以呢就是這個東西 那S乘以Espanential-QD這個東西在幹嘛呢 再去滾一個 一個 一塊錢未來的價值 好所以這樣算出來的結果呢 就是-的SD乘以Espanential-R-Q的T次方 好所以呢我們說 這假如呢這兩個東西 那要讓你未來一樣好的話 那實際上呢這兩個字就必須要相等 這樣的字必須要相等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另外一條四字 就是假如標的股會有發現金股利的話 所以遠期價格呢跟現貨價格呢 它的關係呢就應該是長成這個樣子 那事實上呢這個Q角是國外的無風險利率 也就是呢標的角是歐元的話 這個就是國際金融的利率 叫IRP吧 利率平價定義 通常一般人會比較熟悉的寫法 可能是X 然後再以什麼 E加國內的無風險利率的T次方 然後除以呢 E加國外的無風險利率的T次方 那比較熟悉的可能會是這條四字 假如不要丟這歐元的話 不過呢老實說這條四字跟上面這條四字 根本就是同一回事啦 可是呢今天一個是用間斷的時間來複利 一個是用連續時間來複利的 好吧 所以呢我們就說標的物假如會支期的話 那遠期價格跟現貨價格呢 就應該長成這個樣子喔 好 那我們還可以再繼續做什麼樣的推廣呢 還可以繼續做什麼推廣 我們現在就想說呢 嗯 假如呢這個標的物今天或許會支期 可是你可能要儲存成本啦 例如說現在標的物是石油好了 那當然石油不會支期啦 石油只會需要儲存成本 它不會長出小石油出來 好 不過我們現在假設呢 有一個標的物比較特殊 比較特殊喔 就是呢 它不但會支期 而且呢你也要儲存它 那儲存它呢 要花一些成本 要花一些成本 好所以呢 假設你一年之後想要一單位這樣的標的物的話 那你該怎麼做呢 那還是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方式就是現在就買 另外一種方式就是現在限定元期期約 未來再交割 好所以呢 我們就說因為它會支期啊 所以同樣的我們現在也不需要 買到一單位的標的物 我們只要 我們只需要買 spunitual eat-fooQt單位標的物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好 然後呢 第二種方式就是呢 今天 訂元期契約 然後訂元期價格 所以今天的限期流量是0 那未來的時候再去交割 交割主要用的元期價格 就是當初訂的元期價格 好那我們看呢 假如這兩個策略呢 那要讓你感覺是完全一樣的話 那當然要怎樣 當然呢 就是這兩個現金流量呢 假如是把它弄到同一時電的話 這兩個現金流量要一樣 好所以呢 我們看一下第一個 就是你假如現在買的話 你呢 當初就是買不到一單位的標的物 然後呢 你假如把它拉到提起的時候 那這個現金流量會變什麼呢 就是說你不但呢 要乘以一個無公險利率之下的本利盒 你還要再乘一個什麼東西呢 你還要再乘一個儲存成本 那這個儲存成本 我們要用什麼 我們要用什麼符號來寫呢 我就寫個儲好了 就是儲存成本率 那假如儲存成本率呢 一年就是Q的值 那你就是還要再多乘一個 Espanential儲存成本 然後呢 乘以T 儲存成本率乘以T 所以這整條式子就會變成什麼東西呢 這兩條式子呢 這兩條式子呢 就會變成說 唉 我儲存成本還是用個D好了 因為這個儲 還是太多字了 好 我們現在假設呢 D就是儲存成本率好了 D就是儲存成本率好了 好 所以就是要多成這一項 好 所以這後面呢 那這整個東西就是要多成呢 Espanential的DT 所以這整個式子就會變成是 負的XD 然後乘以呢 Espanential的R-Q 然後呢 再加上D的T次方 好 那假如說呢 這兩個策略呢 要讓你覺得沒有什麼差別的話 那代表什麼 代表 嗯 今天呢 這個值 一定要跟這個值是完全一樣的嘛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呢 當今天標的股交有儲存成本的話 那原期價格呢 基本上就是 現貨價格呢 乘以Espanential R-Q 再加上D的T次方 那其實你從這邊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 這個推演就是這麼一回事啊 什麼事呢 也就是 現在假如就買的話 那 主要增加的成本 就會變成是這個值數上面的正向 例如說 我現在就買 我就這筆錢不能去存在銀行 賺一些利息 我現在假如就買 我可能需要儲存它 所以呢 這些都會變成是Espanential上面的正向 那假如說呢 今天這標地股會發支起的話 那就會變成是Espanential上面 這個次方的負向 那例如說呢 今天假如它會支起給我的話 那或許呢 我提早擁有現貨 也不是什麼壞事啊 這種狀況之下呢 可能 遠期價格就不會高於現貨價格太多了 所以你就知道呢 今天假如 我們現在就買 比較不利的因素 例如說R 例如說D 那這個都會造成呢 遠期價格呢 會越來越大於現貨價格 但是呢 假如說現在就買 也就是說現在呢 就把現貨持有在手上 有利的因素 例如說呢 標地股的支起率啊 那這個因素呢 就會造成F呢 不會大於S太多 甚至呢 F就可能會小於S哦 好 那當然還不止這樣子啦 因為我來發現說 這條式子呢 在商品期貨 非常的不適用 所以財務學家呢 就覺得說 嗯 有些商品 搞不好是 有現貨持有在手上 會帶給一些好處的 例如說你可能是練童場啊 所以呢 你手上有同的現貨 本來就會帶給你一些便利的收益 所以呢 又會再加上 一個什麼便利收益率等等 實在呢 這兩個東西 終於最後會強制 還是會相等 不過 那個跟我們這一題 就有點扯遠了 所以呢 我們這一題大概就講到這邊吧 就是順便呢 把期貨市場上呢 遠期價格跟現貨價格之間的關係 那給他做一點整理哦 那總言之你記住 假如呢 哎 假如現在就持有東西 那越不利的因素呢 就會越造成 遠期價格越大於現貨價格 那假如呢 現在持有現貨呢 是比較有利的話 這個因素就會造成 遠期價格呢 就不會太大於現貨價格 甚至有可能遠期價格 就會小於現貨價格 好 那我們講這麼多 到底要做什麼 我們看一下第八題好了 他說呢 那是說明在正向市場與逆向市場中 美式期貨選擇權與美式現貨選擇權的價格關係為何 好 所以這題呢 主要是要探討說 美式的期貨選擇權和現貨選擇權 到底它的關係是什麼 就是它的權利金的關係是什麼 那我們就會分正向市場跟逆向市場來探討 好吧 我們來看一下 開個新的小話就好了 我們首先呢 先看一下 今天假如是美式的 期貨選擇權 期貨選擇權 好 那因為呢 它是美式的權利啊 所以你在到期之前呢 隨時都可以去執行 那我們就看一下呢 你執行的時候 你執行的時候會得到什麼東西呢 那因為呢 你是權利支留者 所以你假如執行的話 一定是對你有利 你才會去執行啊 所以呢 一定是F小T 我們這邊用小T 代表說這個選擇權其實還沒有到期 但是你可能提前執行啊 所以呢就是你執行之後那個10點的 期貨價格減掉K 你就會得到這一筆錢 就得到這一筆錢 好但是呢 你假如說你是美式的現貨選擇權 你假如是美式的現貨選擇權的話 那你也是可以提前執行啊 那執行的時候呢 你就會得到什麼東西呢 你就會得到執行那個10點的現貨價格 減掉 旅約價格 那當然呢 我們這邊都是只買權啊 只買權啊 所以我們寫的報廠呢 都是買權的報廠 好 那我們就要來看一看呢 就是說 現在假如是正向市場的話 那什麼叫正向市場呢 正向市場呢 正向市場就是 起貨價格大於現貨價格嘛 所以假如是正向市場的話呢 因為有期貨價格 一直大於現貨價格 然後呢 美式的權利又可以提早執行 所以美式的期貨買權 就執行的時候 永遠都會比美式的現貨買權 領到多的錢 因為呢 今天F大T F小T大於S小T 所以呢 其實這一項就會大於這一項 然後就會導致於什麼 就會導致於呢 美式期貨買權的權利金 總是會大於美式現貨買權的權利金 好 但是你假如是逆向市場的話呢 其實逆向市場的話 那我們就說呢 其實期貨價格就會小於現貨價格了嘛 那就會死了呢 今天美式的期貨買權 在執行的時候呢 他所領到的錢呢 永遠都小於美式現貨買權 能夠領到的錢 所以就會造成呢 美式期貨買權的權利金 都會小於美式現貨買權的權利金 哇 這講起來真的很像是繞口音 好 那這個事實上是買權的部分 其實賣權的部分呢 你大概就可以猜到 是怎麼一回事啦 所以我們就很快把它寫一下吧 好 所以假如是美式的期貨賣權 跟美式的現貨賣權 好 那我們就看一下呢 執行的時候 我就不寫執行喔 執行兩個字呢 太難寫了 好 所以美式的期貨賣權呢 執行的時候 一定是加你才會執行啊 所以你就會得到K減掉F小T 也就是執行那時候的期貨價格 你就會得到這一筆錢 那假如說你是美式的現貨賣權的話 執行的時候呢 就是得到K減掉S小T 好 那同樣的呢 我們看一下 假如是正向市場的話 那就是呢 F大T大於S F小T大於S小T 哇 好 正向市場的話是這個樣子 所以正向市場的話呢 就是期貨價格大於現貨價格 所以就會使得呢 美式的期貨賣權呢 在執行的時候 拿到了好處 總是小於美式的現貨賣權 所以就會使得呢 美式期貨賣權的權利金 就小於美式現貨賣權的權利金 好 但是呢 只要反過完呢 是逆向市場的話 那逆向市場呢 就是期貨價格小於現貨價格 在這種狀況之下呢 就會使得 美式期貨賣權呢 每次提前執行的時候 領到的錢 總是會大於美式的現貨賣權 領到的錢 所以就會使得呢 美式的 期貨賣權的權利金 就大於美式現貨賣權的權利金 其實這事實上 美式現貨賣權的權利 對 事實上這個不是太困難啊 但是唸起來就很容易唸錯 尤其一面料一面寫的話 就真的很容易唸錯 但是基本上不是太困難 就把它寫在上面 然後呢 就看正向市場的定義是什麼 逆向市場的定義是什麼 那它會導致呢 美式的期貨權利 跟美式的現貨權利呢 執行的時候 總是誰會領得比較多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會使得 領得比較多的那個東西的權利金 一定會比較貴啦 好 這個就是課本應該投影片 是最後幾張的部分了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最後一題 好 最後一題還挺有趣的呢 就是說何謂Future Style Options 其理論價格為和 然後呢 你假如初學者呢 你看見這個詞就說 嗯 Future Style Option Future Style 行動詞 Option 名詞 所以這應該是一個有 期貨風格的選擇權吧 所以你就說 嗯 這個東西應該是選擇權 但是答案是不對 就是呢 我們金融市場上呢 很多商品的命名 真的是很詭異啊 就是說呢 那明明它不是緣期契約 它是選擇權做出來的 但是就要把它明明 叫做什麼區間緣期契約啊 然後明明呢 不是合狀價差啊 但是呢 嗯 它裡面事實上是有買權 跟賣權一起做 所以它不能叫做價差策略 可是呢就是要把它 命名叫價差策略 那同樣呢 像這個東西Future Style Option 你以為它是選擇權吧 可是不是喔 它事實上是起貨 它事實上是起貨 它中文呢 假如真的要翻譯一個 比較好的話 應該是 就是以選擇權 報廠為標的 的起貨 所以其實名詞是起貨 形容詞是 以選擇權 報廠為標的 所以總而言之呢 Future Style Option 其實它是起貨 它不是選擇權 它不是選擇權 好 那你可能有點暈頭了 我們再開一個小話就好了 那我們說呢 衍生商品呢 大概有四種基本的型態啦 這個是在上衍生商品的時候 一定會講的 衍生商品有四種基本的型態喔 有Future 也就是起貨 有Forward 也就是遠期契約 然後呢 也有Swap 就是交換 那大陸好像叫掉期的樣子 然後那個Option呢 就叫選擇權喔 所以這四種基本的契約呢 裡面其實有很多商品 也就是說你今天只要標的物不同 就是一個不同的商品 所以這裡面就一缸子的東西 那除此之外 還有什麼呢 還有這四個基本的型態 還可以是互為對方的標的物呢 例如說期貨可以是Swap的標的物 那個東西就叫做Future Swap 然後呢 就叫Future Swap 然後呢 那期貨也可以是選擇權的標的物 那就是我們剛剛看見的期貨選擇權嘛 那Swap呢 也可以是選擇權的標的物 那個東西叫做Swaption 叫做交換選擇權 所以呢 現在假如說 Option呢 要變成是Future的標的物 那也不奇怪了 那也不奇怪 說真的 那這個事實上呢 就是Future Style Option 也就是說呢 以選擇權為標的物的期貨 那你可能會說那Future在幹嘛 實際上Future跟Future很像 遠期契約跟期貨其實很像 只是一個是非標準化 一個是標準化 然後有一些小小差別 但是基本上Future跟Future是很像 所以通常都是放在一起討論的 總而言之呢 我們只是告訴你說 這四類呢 彼此之間還可以互為對方的標的物 所以這整個原生商品的架構是 東西是多到沒有辦法講完的 也就是說今天呢 你可以去客製化一個商品 只要有人肯買 有人肯賣 他就是新商品 那就跑出一個新商品出來 所以這個領域呢 事實上你就是把原則學好 剩下的就自己去融會貫通吧 所以我們只是要告訴你說 今天Future Start Option 或許你可以把它稱為什麼 你可以把它稱為叫做 Option Future 我覺得它叫Option Future會比較好 就像我們剛剛之前講 Future Option 是以期貨為標的的選擇權 所以呢 我們現在要講的這個 Future Start Option 基本當然是Option Future 也就是以選擇權為標的物的期貨 好 所以你現在終於知道 什麼東西叫做 Future Start Option 就是以選擇權為標的物的期貨 所以基本上它是期貨 它是期貨 那一個人就想說 嗯 這個東西期貨所推出來 到底要做什麼呢 今天假如有選擇權可以做交易的話 那就去交易選擇權就好了 為什麼呢 還要把選擇權當做標的物 去形成選擇權期貨這種東西呢 其實道理或許是這樣子啦 就是說選擇權基本上 它是一個感染性的商品 期貨呢 你是保證金交易 只要是保證金交易 也就有槓桿 所以呢 Uption Future 也就是以選擇權 到場為標的物的期貨 基本上就是槓桿 在槓桿的意思啦 就是說今天呢 你假如自己去買選擇權 搞不好你付那權利金 你都覺得太貴了 事實上已經不是很貴了 因為槓桿程度已經很大了 但是你可能還是覺得太貴了 例如說今天權利金搞不好是80點 例如說台階選擇權也沒有1.50塊錢 全利金80點 然後你就覺得哇 要付4千塊還是很貴啊 所以呢 搞不好我們的台灣企交所 就弄一個叫做Option Future 他就說好嗎 我就訂一個Option Future 然後它也是保證金交易的 然後你付的保證金比率呢 可能只要付50%就好了 所以你今天只要付40點 你就可以去參與一個80點全力金的選擇權 它的那個到場 所以這樣是不是槓桿又多增加了一倍 所以呢 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提到說 它開給投資人可以繼續槓桿再加倍的一種東西啦 那當然可能玩得很快樂 賺得很快 時間死得很快啊 所以就讓我想起來一句話 這是電影《奪命經》裡面的 就說到底什麼是期貨交易呢 事實上就是槓槓槓槓在槓槓 好嗎 那我們看那個題目還有問了什麼 他說呢 那既然它是一個期貨 它就一定有理論價格對不對 好 所以呢 他就要問說 那這個Future Style Option呢 也就是我這裡把它叫做的OptionFuture 它的期貨理論價格到底是什麼 到底是什麼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沒有什麼太大的用處啦 真的就是實務上 真的就是學術上的探討而已 好吧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就是說 正常的狀況之下 正常的狀況之下 遠期價格跟現貨價格之間的關係 假設現貨價格不會發現 您鼓勵的話 遠期價格跟現貨價格的關係 不就是長成這個樣子嗎 沒有錯吧 好 然後呢 現在OptionFuture它的標的物是什麼 它標的物是什麼 它標的物是Option啊 所以呢 現在的標的物其實就是Option 所以你就把Precious的公司呢 就把它帶進來 然後呢 你從來沒有聽說Option會 發生您鼓勵了吧 所以基本上 這邊成的就是ERT了 所以你就把Precious的公司呢 就把它乘以Exponential RP 自然就會得到 以Precious公司為標的物的 遠期價格了 那這個呢 就是課本上 最後會 最後又把這個結果給寫出來 那大家就可以去參照課本 也就是說我們這一題呢 再問說這個Future Star Option的理論價格是什麼 那也就是我所謂的 以選擇權到場為標的物的期貨 它的期貨價格理論值是什麼 那事實上就是呢 你把Precious的公司抓過來 然後呢 乘以Exponential的RT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 你就可以得到課本上的結果 好吧 那所以這一張呢 大致就結束了啦 我們做一個小小的總結好了 也就是說呢 這一張跟 跟上一張呢 其實就是一個股利率的概念 就可以融會貫通了 因此呢 你就記住 當今天標的股腳不發現你股利率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得到原始的Precious的公司 但是呢 假如說你現在標的股會發現你股利率 比如說 S角是指數的話 其實呢 我們就只要把S呢 把它改成S×E Exponential-QT Q呢 事實上就是指數的股利率 或者是假如是外幣的話呢 我們就把S呢 改成S×E Exponential-RFT RF就是國外的五公險利率 但是我們還是要特別強調 這個S呢 是一單位的外國貨幣 值多少單位的本國貨幣 那假如說你不要丟去期貨的話呢 就把X呢 改成S×E Exponential-RET 因為期貨的股利率就是國內的五公險利率 那只是呢 今天期貨有它自己的符號啊 所以你就順便把這個S呢 改成F 那這樣子的話呢 歐式選擇權的評價公司 跟歐式的買賣權評價定義 跟歐式的一些價格商價錢公司 都可以經由這樣的方式來替代 然後去得到標的物資指數 或標的物資外幣 或標的物資期貨的一些評價公司 或者是買賣權評價定義 或者是歐式的買賣權評價定義 或者是歐式的一些價格上下限 好那你就會發現呢 其實重點都來於什麼 都在一個股利率啊 你只要把指數的股利率 外面的股利率跟期貨股利率 弄懂之後 這兩張大致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但是呢我們還是要強調 這個東西只適用在歐式相關的部分 可以這樣子去替代 沒事的話呢 就不可以這樣子去做了 好吧那這兩張呢 大致就這樣子結束了 那謝謝大家收聽 接下來呢我們就要開始去講 遺嫌比率喔